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29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大家都知道 中國最大的集團 其實就不是工商銀行 也不是甚麼中移動 中國石油 因為這些 跟這個 集團比差得遠 中國最大的集團 是中氣集團 即是中國活摘器官 這個集團 這個集團 可以說產業 是十分之龐大 它控制的資產 總共有13億 這個13億的人礦 可以挖掘的是多少百萬億 因為 每一個人的器官是十分之值錢的 而中氣集團 是可以隨時隨地 將活人的器官拿到手 然後推出市場 沽售 所以中氣集團是一個全世界盈利最強的集團 最近 他盯上了香港 大家都知道 大陸 水也污染 空氣也污染 食物當然是有很多毒 所以 在內地很多居民 其實他們的器官 不是很值錢 因為 太多病痛 那個 質素 沒有保證 而中共 似乎 體重了香港 因為香港人 即使生活壓力大 但是 起碼 他的 大部分人是沒有受到 食水、空氣 以及食物的污染 他們的器官是相對比中國的居民健康很多 這個不知 值不值得恭喜香港市民 你們的器官是得到中共的 垂青 港府正是跟內地 商討 共享器官移植 恆常化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活摘港人器官 恆常化 好了 大家想想 中國跟香港共享器官 你覺得你跟香港共享器官的多一點 還是他跟你的多一點 不用說了 現在行常化是怎樣行常化呢 包括 當器官在香港沒有人 合適的話 就會 拿回大陸 引起社會關注共享器官 如何確保港人利益受保障 當然 他告訴你 沒有合適的器官 香港人沒有合適的 拿回大陸 究竟由誰去決定合不合適呢 他說就說不合適 全部都是合適的 不過 大陸 有一個比你更合適的 正如動物農莊 所有動物生而平等 不過 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是不是這個意思 港府跟內地 商討跨境共享器官移植恆常化 很多 很多那些 來自不同地方的醫學聯盟和香港病人組織 都質疑 在現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之下 根本就不會有器官多出來 香港也不夠用 還拿回大陸 還是你想怎樣 打香港的器官主義 又指出 至少有四個疑慮 包括中國器官移植來源成疑 是有別於香港的 中國至今仍未就老死亡立法 香港器官捐贈者的意願和選擇權 會否因為器官有機會送中 而退卻呢 以及監察和運行機制等等 其實澳門六年前已經加入了國家共享器官 即是 中氣集團 在六年前已經登陸澳門 至今仍未有一宗個案成功 器官捐贈者就持續放緩 只有5.600人登記 5.600人當然是制補不了 卻說器官要送中 雖然登記只有A-T 拜託是要死的解決 中國器官來源誠儀 уже全過 香港發生了一宗特事特販的事件 由自找寢加的 4月的女嬤 是完成手足來自大陸的器官移植手術後 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物 盧寵物即將 即是要推動加快將香港 納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 即是 活摘器官囊括香港 簡單一點 盧寵物 今年3月 訪問北京 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交流會 商討與內地建立恆常器官這個活摘的機制 目前 老寵物出席香港移植學會的活動 建傳媒 醫管局正是與活摘器官集團商討 包括電腦系統如何通知雙方 安排跨境運輸 有甚麼細節等等 問及外界的關注點 中港兩地入口是不是會准許互相捐贈器官呢 盧寵物就說 中港兩地 其實有各自的器官分派機構 當局是考慮設立第二層的分配機制 當沒有本地人適合器官 或者沒有辦法配對本地輪候的時候 就可以啟動第二層 將器官捐給內地 或者由內地捐來香港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的主席林志友 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當局有計劃減少器官捐贈的浪費 當然是好事 但是除了器官 跨境運輸和配對時間 其他實際上問題 仍然有待港府詳細解釋清楚 最重要的問題 這位林志友提出 在中國內地大事宣傳下 國內仍受制於傳統的器官 這個 觀念 捐贈的人數 意願也比香港低很多 當然是大陸是賣的 怎麼捐呢 香港有捐血 大陸 你知道嗎 捐血是叫做無償獻血 通常都要有償的 無償就很吃虧了 當然不肯 何況 捐器官有沒有搞錯 賣的東西 怎麼捐給你 我捐給你 你也是拿去賣的 我為甚麼要捐 這個就是中國人比香港人聰明 國內14億人對比香港700萬人 器官需求當然是不順於香港 共享器官如何確保港人利益受到保障呢 林志友說 國內捐贈人數比香港低 需求遠遠比香港 那麼怎麼分配呢 他很質疑 國內有器官可以用 基於國內那麼多人要輪候 怎麼會沒有人合適呢 誰會多出來額外的送給香港呢 其實上一次那個女童 根本就不合理 中國十幾億人一定是對的 沒有一個不合的 沒有器官不合的 不過那個 其實就是中氣集團拋磚引辱 我們 節省一個不賣 用來送給你香港 假裝是有人捐贈 假裝是沒有合適 實際上 就是我們釣魚 這些人是魚餌來的 現在就是釣你香港的器官了 我捐贈給你 你難道不捐贈給我 沒那麼糟糕的做人 最終結果是怎樣 我們給你你 你又給我們 問題就是 現在 中氣集團 會在香港 直接拿器官呢 他拿起甚麼人的器官呢 這個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 他如何在香港選人來拿呢 是不是 最近 美國眾議院也通過了涉及中國的法案 就是 制止強摘人體器官 眾議院 這個法案其實是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 因為 中國是一個活摘器官大國 眾議院以413票贊成 兩票反對 極多數 通過了 新澤西州共和黨議員 史密斯推出的法案 就是 制止強制摘取器官法 這個法案顯示 美國的政策應該是打擊以摘取器官為目的的人口繁運 這個主要打擊中國 推動建立自願捐贈制度 其實中國沒有自願 他基本上任何東西都說你是自願 你覺得桂民海是不是自願 自己上台 孫力軍就自己想中央電視台認罪 你說他是不是自願 所以當然是不是自願 美國已經說出口了 中國 是以人口 是會摘取器官為 目的的人口繁運 目的就是要割別人的器官 要活摘別人的器官 我們看到活摘器官的問題一直都是我們 很關心的話題 中國 中國 其實做的事情太殘忍 全世界 我想都沒有甚麼機構 沒有甚麼組織會做這些 包括恐怖份子 你覺得哈馬斯 伊斯蘭國 其實沒有中國那麼殘忍 當然最近有一個最近上來的 KK園區 據說KK園區也是中氣集團的附屬公司 有份地活摘器官 摘器官是不是拿去中氣集團賣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所以 現在要提醒香港的朋友 別隨便簽名 你簽了東西 隨時已經承認了歐建國外國勢力 自己承認了自己 漢奸走賣國賊 所以就同意被人打把 同意被人活摘器官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所以 不要隨便來香港簽名 因為 你隨時會沒有了一些器官 現在動手 就說要捐給大陸 最終 捐甚麼東西呢 那些器官就拿去大陸給那些孤官配對啦 你以為普通人有份那些器官嗎 當然沒有份啦 從壞的 你不要想到那麼負面 不如用好的方面來想吧 你的器官 很大機會 將來成為一個大官的器官 你想一下是不是會舒服一點 哎呀 神被人割了 無緣無故的 這個神 出現在在某個委員長身上 你說是不是很光榮呢 那個神是你的 原來是你的 總理的神是你的 總理的肝還是主席的肝是你的 原來是你的 真是恭喜你 你會不會覺得很光榮呢 這段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那麽多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香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那麼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一些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